两年一度的纽约时装州自2009年被踢出布莱恩公园后 挪到了林肯中心 现在有消息说 纽约时装州可能会改在曼哈顿西部的哈德逊园区举行 妇女着张日报引述哈德逊园区主席杰伊·克劳斯的话说 纽约时装州需要一个永久场地 克劳斯证实哈德逊园区计划建设一个多功能中心 其中的文化之家里面将建数间工作室四条车道 以及市内外展览场地 总花销约为3亿元 这个项目预计2017年才能建成开放 目前哈德逊园区和时装州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